我们今天早上第二节的分享 我们今天早上第二节的分享 所以刚刚那条线是 其实要提醒我们大家 因为你们现在都很健康 我就可以提醒大家 刚才的那条线 其实是用来提醒大家的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健康 所以就是用来提醒 从昨天到今天你们都顶得住 因为从昨天到今天 你都可以挨到 所以我要讲最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就讲最重要的 那条线会影响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因为这条线会影响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刚刚你看到那条线如果降低 如果刚才你看到那条线是降低了 耶稣的话语的那条标准线出来的时候 当耶稣这条话语的标准线出现了 你会一直觉得好高 你就会觉得好高 因为你低了 因为你自己是低了 可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低 但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低了 所以我们才分享说我们要帮助自己 所以我们才分享说要帮助自己 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 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了 只有你自己帮 只有你自己去帮 因为我们不可能走到你的面前说 哎弟兄 你的线很低呢 因为我们没可能走到你的面前就说 哎弟兄 你的线很低啊 因为你也会说 你怎么知道我低 你都更低了 啊 你因为你就会怕 哎 你怎么知道我低啊 你那条不是更低 所以没有办法去讲的 所以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讲的 它是一种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检讨 这是一个自我的检讨 怎么知道我低了呢 怎么知道我低了呢 就是你每次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当你每次听到神话语的时候 你会一直觉得很难做到 你只觉得很难做得到 你会一直觉得那个目标太远 你就会觉得目标很远了 你会觉得讲的这个太高调了 你就会觉得这个讲得是很高调了 比如说传道说 比如说话传道说 大家要拿出信心 大家要拿出信心 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 我们的心就有平安 我们的心就会有平安了 他没有讲错 他没有讲错的 可是你听了之后 但你听了之后 我的苦你不知道 你就会说了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苦 我当然知道祷告了 我更懂得祷告了 我也知道要信心了 我更知道要有信心了 这么难 这么难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帮助自己了 其实这个就是帮助自己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所有的分享 其实都是传道 在教会已经告诉我们的道理 昨天和今天大家的分享 其实传道已经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好意思 好像传道讲的话 我们讲了第二次 好像传道讲过的东西 我又再重复过第二次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是帮助自己 所以我们要知道 是我们去帮助自己 从另外一个角度进来 看到比较准确 看到自己说 原来我的线比较低 从另外一个角度 自己走进来 准确的 看到原来我们的线是比较低的 不要骗自己 不要骗自己 因为你骗自己 在神的面前就站不住 因为你自己骗自己 在神的面前就站不住了 又来了 怎么样 怎么样叫做骗自己 怎么叫做骗自己 怎么会骗自己 怎么骗自己 又知道了 怎么帮自己 知道有没有在骗自己 我们要帮自己 自己又没有在骗自己 就是会找理由 就是会找理由 我知道要这样 我知道要这样 但是你知道我没空 但是你知道我没有时间 你知道我不行 你知道我不行吗 你知道我这样 你知道我那样 你知道我又这样 你知道我又这样 这个叫骗自己 这个就叫骗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亚当夏娃你读过了 亚当夏娃你的故事你读过了 你也会批评他了 你会去批评他们 哎呀吃了就吃了 还要说是女人给他吃的 蛇给他吃的 明明吃了就吃了 又说个女人给我的 又说个蛇给我的 那耶稣 那当时的神创造之后 没有因为听到他说 哎呀是他了 都是他了 神没有反应 因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是他了是他了 神没有什么反应 如果找理由 是对的 如果找理由是对的 神听完亚当说的话 应该是说 哦 I see 神听完 那个亚当说完之后 他应该就说 啊 是这样 原来这样 原来就是这样 你都很无辜了 原来你是这么无辜的 亚当 sorry了 创造那个女人害你 亚当 不好意思 对不起了 做了个女人 害了你 神没有这样讲 神没有这么讲到 接着是什么 跟着是什么呢 出去 出去 从现在开始 你出去 从现在开始 你要出去 离开伊甸园 离开伊甸园 你要辛苦 你要辛苦了 出去 出去 这个就是神 你要摸到神的 这个叫什么 祂的 做事的方法 你要摸清楚 神做事的方法 你在神的面前 才站得住 那你在神的面前 你不能找理由 你不能够找理由 一找理由 其实在骗自己 一找理由的时候 其实你在骗自己 圣经道理 一出来你一听 哎呀 没有可能的 不可能的 圣经道理 告诉你听的时候 你就说 哎呀 没有可能的 我家 不是这样 我家很复杂的 我家很复杂的 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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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我老公 不是我孩子 讲一堆 说一大堆的东西 神说 你出去 神就会说 你出去 受苦吧 受苦了 对不起啊 我看到你们两天 已经很定了 我才敢讲这个 啊 我这两天 看到大家这么定 我才敢讲这些东西 第一天不可以下去的 这个第一天 不可以了 我们那个心脏会不行 因为心脏会 忍不住了 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 真的我们 诚诚实实来分享 但在主里面 我们需要诚诚实实的 这样来到去分享 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知道很苦 我们也知道不容易 我们知道不容易 年轻人有年轻的苦 年轻人有年轻的苦 长辈有长辈的苦 做长辈的有长辈的苦 家庭有家庭的苦 家庭有家庭的苦 婚姻有婚姻的苦 婚姻有婚姻的苦 你怎么说呢 你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要摸到 神希望什么 所以我们要摸清楚 神希望是什么呢 神希望我们回到 他的前面 神希望我们去到 他的前面 谦卑 感谢 感谢 赞美 那这个标准 如果对你太高 如果这个标准 对你来说 太高了 可能我们的腺 已经低下去 那就可能 我们的腺已经 是降低了 所以提醒自己 好吗 所以提醒自己 好不好 吃饭之前 吃一点这个 很重的药 吃饭之前 给大家 很重的药 你看 台上 给你一个 很好看的 我们还要看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怎么样 支持教会 我们因为要讲的题目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去支持这个教会 讲了这么多 家长应该的东西 我们怎么支持教会 那说了 有关这么多家长的东西 现在就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 支持教会 你就会看到 很漂亮的图画 虽然它的光 有一点怪怪的 好像不好吃 所以看起来 不是那么好吃 很暗 我的这上面很漂亮 在我的电脑里面 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选错了 原来上面是不漂亮 所以可能我选错了 打出来不是那么漂亮 这主要的意思是说 它要一起做 这个菜才会好吃 意思就是说 要一起做 这一道菜 你知道教会有它的角色 你知道教会有它的角色 但是家长有自己的角色 家长也有自己的角色 最早期我们在讲 宗教的教育的时候 最早期当我们提到 宗教教育 其实一开始 是从家里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 是从家里出来的 如果你看整个犹太人的历史 如果你看整个犹太人的历史 如果你真的读到《使徒行传》 大概第七章左右的时候 你看见司提反被牺牲 被打死 读到你一路去读到 《使徒行传》第七章 你看到司提反牺牲了 被打死了 如果你记得那一段圣经 这么长 好像有六十节这么长 司提反在讲什么 你看到司提反 整章的圣经六十几节 讲什么呢 就是被打死之前 讲的这么长的话 就是说他被打死之前 他讲这么长的一段说话 他讲的就是从创世开始 一直一直讲 讲他祖先的历史 他其实讲的就是 从创世开始 一直在讲这个祖先的历史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是没有圣经这样子看的 你要记住 当时没有圣经读的 那他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 他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 一定常常听 一定是整天听 所以那个就是从家庭出来 这个是从家庭那里出来的 家庭的宗教的教育 比在教会的宗教教育重要太多 所以家庭的宗教教育 比在教会里面的宗教教育重要得多了 到了教会的这两个小时里面 或者教会的这两个小时里面 教会其实要处理的是事情 教会最主要处理的是事情 安排 人事 你要知道教会在这两个小时里面要处理这些事 你要知道教会在这两个小时里面要处理这些事情 可是在家庭没有这些事 但是家庭里面没有这些事 家庭是在做教育的 家庭是用来做教育的 是给他一个环境 给他一个清楚而且是熟悉的环境 给他一个清楚熟悉的环境 所以当他转到教会的时候 所以当他转到教会的时候 他就比较能够适应 他就比较能够适应了 这就要做fit in 他们年轻人家要进去 你要跟他夹在一起 就是说能够有这个配合 能够连在一起了 如果家庭没有宗教的教育 如果家庭没有宗教教育 结果他忽然间进到教会 结果他忽然来到教会 教会在处理事情 教会在处理一些事情 没有那么多时间教育他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 那他就完全进不去 那他就进不去了 好了 你就抓他来 抓他来 抓他来 那你不断的抓他来 就长大了 那他长大了 18岁了 18岁了 他只知道你在处理事情 他只知道你在处理事情 他跟耶稣连不上 因为他跟主耶稣连不上去 从家庭如果又没有看见 如果在家里面又看不见 从你的脸也看不见 从你的脸也看不见 因为你降低那条线 因为你降低了那条线 如果他看不见 如果他看不见 宗教就完全没有进去 宗教就进不去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帮助教会 我们怎么去帮助教会呢 我的意思是说 为了让我的孩子将来 能够在教会里面 继续的成长跟服侍 我的意思就是 为了我们的孩子 就是在将来 要在教会继续的成长 继续的侍奉 我们要支持教会 我们就要支持教会 支持教会开办的这些课程 支持教会所开办的这些课程 那当然支持的方式就是 又是很简单的方法 当然支持的方法 也是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觉得说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如果大家说 这个我早知道了 可是怎么做不到呢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那条线很低 因为那条线很低了 那我就吃两次了 小心哦 我会继续骂下去 小心了 我一直这样会继续揽 所以你看哦 叫你尊重啦 投入啦 鼓励啦 这些其实就是里面的态度 去支持教会 所以所谓的尊重啊 投入啊 鼓励啊 这些就是这个态度 可是我们会遇到一个 现实困难的问题 但我们就会碰到一个 现实的困难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是彼此认识的 因为在教会里面 大家很多人都是彼此认识的 所以你会知道他家的情况 所以你就会知道他家的情况 你会知道他家的情况 你又知道人家家的情况 好啦 所以你虽然带到教会了 所以虽然带了来教会了 但是一回到家 一回到家 你们会讨论 你就会讨论了 老公跟老婆会讲话 你就会讲很多 有关教会的事情 就会讲很多 有关教会的事情 那你的孩子 就坐在汽车里面停 那你的小孩 坐在车里面停 这个就没有办法 做到鼓励的作用 那就没有办法 做到所谓鼓励的作用 所以他大概很小的时候 就听到隔壁那一家的事 这一家的事 那一家的事 所以很小的小朋友 他就常常有机会 听到这个家庭的事情 那个家庭的问题 然后他可能再大一点 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教会是这样不好的 所以大过了之后 他就会说 教会原来不是那么好的 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到支持 那就没有办法做到支持 所以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 包括我们之间的对话 包括我们自己之间的对话 你开始如果真正要讨论教会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去讨论教会的事情 在孩子的面前 在小孩的面前 有可能要等到他十二岁以后 就需要或者等到他十二岁之后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 十二岁以后的耳朵是关起来的 十二岁以后的耳朵是关起来的 你说什么 他其实都听不太清楚 你说什么 其实他听不清楚 你说人家的不好 他也不知道 你说人家的不好 他也不知道 你说的好 他也不知道 你说人家好 他也不知道 他会关 因为他耳朵已经关了 但如果他刚刚听到呢 十二岁之后 因为他会问 十二岁之后 因为他会问 我碰到一个孩子 我碰到一个小朋友 他常常问他的家长 他常常问他的家长 你这么不高兴 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呢 你个不高兴 为什么你又常常要去教会呢 那个家长很紧张 这个家长好像很紧张 不要问这句话 在会堂里面 不要在会堂里面 这样说话 不可以这样问我 不要这样问我 哈利路亚 因为是哈利路亚 你懂吗 我们的小孩子 就是从很小看到 怎么是两种人 大家明明 我在这里说什么 因为小孩子 很小的时候 就看到 为什么会有两种 那么不同的人 结果这个孩子 慢慢在教会长大 很有意思 结果这个人 在教会慢慢长大 大概到了青少年了 已经进到J的class 好像十三岁 大概青少年了 十三岁 就去到初级班了 有一次呢 在讨论 因为大一点就有讨论 因为大班 他们就开始有讨论 就讨论说 我们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信仰 比如说 讨论会就会讲到 我们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信仰 我们想听一听 这么大的十三岁的同学 有什么想法 我们就会去听一下 大概十三岁的同学 他们有什么想法呢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他说 他就说了 很难的 他说很难的 我很兴奇 我觉得为什么很难呢 我就觉得很稀奇了 为什么会很难呢 因为十三岁应该还没有想什么 因为十三岁你会说 他没有想过什么 他说因为我妈妈常常叫我不要说 因为他说了 我妈妈叫我整天不要说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很好奇了 他叫你不要说什么 他叫你不要说什么 他说 I cannot tell you 他说我不可以告诉你 secret 因为是秘密 那我就更好奇了 那你知道十三岁你不能push 你知道十三岁你不可以这样逼他 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 你叫他说 他就不说了 你叫他说 他就不说了 所以我们就要退 所以我们就要退 就说 OK啦 secret就secret咯 秘密就是秘密咯 然后他就说 But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他就说了 哎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那你要学 这时候怎么应付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应付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听 不要不要 我不想听 听啦 小声一点 来啦 小声一点 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的青少年 这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 你不要 他就要 你不要 他就要 你要 他就不要 你要 他就不要 你要学 他退 所以我们就要学 怎么去退 我就想 不要听 我就说 不听 他就开始在我旁边 一直讲 他就一直在我旁边 就这样讲 我就知道他学了 多少的谎话 那我就知道 他学了多少个大话 他就说 他妈妈很 会发烙 会生气 他就说 他妈妈很懂得 去发烙 我妈妈会丢东西 妈妈会丢东西 生气的时候 会飘过去 生气的时候 就会丢东西 我听到 我一直说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我听到之后 我就说 不要再讲了 原来妈妈会丢东西 原来妈妈会丢东西 原来妈妈不开心 妈妈不开心 每一天晚上会叫 所以他从小就这样看 其实他从小就在那样去看 他就一直想说 这个教会可以去吗 他就在那里想了 这个教会 可不可以去 所以也没有什么 祷告的时间都没有 就是 哇 这个妈妈本身是 很辛苦的 所以 看到这个妈妈本身 是很辛苦的 因为每个人 其实都有一个过去 其实每个人 有自己的过去 可是那个线 如果降得很低 你对这个信仰 就会一直觉得 你摸不到 因为太高了 你就会觉得这个信仰 你是摸不到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好像很高 所以信仰本身没有问题 所以信仰本身不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里面一直降低 那是因为在里面 我们一直将它降低 那现在告诉我们说 家长 我们要支持宗教教育 因为里面那条线很低 因为里面那条线很低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支持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支持 为什么 一低下去 一低下去 就会推给别人 就会推给其他人 不关我的事 是你们老师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要检讨自己 所以这个是要检讨自己的 是因为那条线下去了 因为那条线低了 如果老师真的不好 如果老师真的不好 你要记得 这些老师也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打开圣经 如果你打开圣经 菲利比书教我们说 你要看别人比你自己更好 你要看其他人比你更加好 可是你前面这个老师 明明就很随 明明你在面前的这个老师 是很差的 你就要看菲利比书 你就要读菲利比书了 他比我更好 他比我好 好在哪里 一定有一些地方我没有看到 一定是有些东西我看不到 这样子你就会帮自己了 那你其实在帮着自己了 你一定要帮自己 你一定要帮自己 不然的话你不信圣经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不信圣经 只要一步走在圣经里面 你不是走在圣经里面 就要吃苦 那就要吃苦了 因为神给的都是好的 因为神所给的都是好的 那神不会乱给 神不会乱给 眼睛也不会盲的 眼睛也不会盲的 他给的是最好的 因为他给的是最好 是我们领不到 是自己我们拿不到 我们会觉得领到的东西好苦 我们会觉得领受的东西是好苦 是因为线很低 因为我们的线摆得很低 记得了 这是第三次 说你线很低 好了 还是要想一想实际的问题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怎么去支持的话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什么支持的话 起码要知道教会它没有做什么 它没有做不是它不做 它没有做一些东西 不是它没有去做 因为那些不是它的范围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在它的范围之内 大家要搞清楚 你推给教会没有用的 你推给教会没有用的 所有是从家庭出来的 教会短短的时间 是宣告神的话 教会短短的时间 是宣告神的话 是处理事情 处理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很难做到教育 很难做到教育 千万不要嫌教会不好 千万不要说教会不好 现在的人很聪明 推给教会 就推给教会 教会不好 教会不好 没做到什么 没做到什么 没做这样 没做那样 哎哟 你知道我们一想想到什么吗 你知道我们一想想到什么吗 那条线 那条线 小时候就没有画清楚 小时候没有画清楚 你不知道这是哪里 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 这条线的这边可以玩 这条线的那边可以玩 这条线的这边是讲话 这条线的另一面 另外一面是讲话的 分清楚嘛 分清楚嘛 为什么不清楚呢 为什么不清楚呢 那我们看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样 我们自己就是这样 我们自己就是这样 先不要讲下一代的信仰 先不要讲下一代的信仰 其实最后是要讲自己 其实最后是要讲自己 我们亏欠神很多 我们亏欠神很多 因为这个是他的身体 因为这个是他的身体 你怎么可以都推给这个身体 为什么要将所有的东西 推给这个身体 耶稣用保险买了我们 这个主耶稣用保险买了我们 最大的恩典给了 最大的恩典给了 他要我们长大 他要我们长大 但是我们很像小孩子一样 但我们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推推推 在那推啊推啊推 就是都是妈妈 都是妈妈 都是爸爸 都是爸爸 你会不会如果你是父母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你看到这样的小孩 你看到这样的小孩 你想不想告诉他 你想不想告诉他 你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 我做的事情不是你做的 我做的不是你做的 你推给我干什么 你推给我干什么 你要自己站起来 你要自己站起来 你要读书啊 你要做事啊 你有你要做的事情 你有你要做的事情 我有我要做的事情 我有我要做的事情 好了 那现在回到教会 现在回到教会 你怎么能推给教会 你怎么能够推给教会 所有在家庭应该出来的 没出来 然后推给教会 在家庭应该出来的 没出来的 你就说是教会 嫌老师不好了 就说老师不好了 因为你聪明 因为你聪明 嫌负责人不好了 负责人不好了 因为你最好自己来做 因为最好是你自己来做 嫌传道不好了 那你献身啊 不如你献身啊 你怎么都不做啊 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啊 就像小孩嘛 就像小孩了 一样的意思 你把天赋真神啊 好像当成一个没有用的爸爸 你就把天赋真神 当成一个没有用的爸爸 坐在那边 都是你不好 没有买玩具给我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都是你不好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信仰传不下去 因为我们的态度出问题 因为我们的态度出了问题了 我们降得这么低 我们降到这么低 没有长大 没有长大 还以为自己是个长大的人 还以为是一个长大了的人 推 就在那里推了 亚当推完了之后 神叫他出去 亚当推完了之后 神叫你出去 你要记得啊 神如果那天说这句话 你会吓一跳 如果神那天这么说的话 你会吓一跳的 因为神真的给我们怜悯 因为神知道我们还担不起 因为神知道我们还没担当得起 因为祂看我们是小孩 因为祂看我们还是小孩 可是我们要长大 但我们需要长大 所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 一起鼓励好不好 一起鼓励好不好 从真心从里面互相鼓励 从真心里面来到互相的鼓励 主耶稣除了带给我们安慰 带给我们盼望 带给我们盼望 我们自己也要开始进步 从里面感谢 我们自己要开始改变 从里面感谢 从里面开始发出谦卑 从里面发出谦卑 看到老师 看到老师 你都不容易啊 你都不容易的 你看看我们老师几岁 你看我们老师几岁 你看 一定年轻过你吗 一定年轻过你的 他自己也要经过很多的挣扎 他自己也会经过很多的挣扎 还要来教你的孩子 还要来教你的孩子 你要说他不好 你又说他不好 他没有拿你的钱 他又没有拿你的钱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要跟老师说 所以我们要跟老师说 抓住他的手 抓住他的手 多谢 多谢 我的孩子不容易教 我的孩子不容易教 我都教不到 我自己都教不到 你怎么可能教得到 你有没有可能教得到 你真的好苦 你真的好苦 感谢主 感谢主 主帮助你 主帮助你 你们会不会这样讲 你会不会这样讲 又不要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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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的脸 看你的面色 你就知道了 就觉得说 就觉得 有问题的 那下一次 看到负责人 那下一次 见到负责人 抓住他 捉住他 对手 是真的要练习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 去练习的东西 好像耶稣洗脚 那个油打 你要练习的 好像耶稣洗油打的脚 是要练习的 真的洗不下去的 真的洗不下去了 这么衰的一个学生 是一个这么差的学生 他洗他的脚 去洗他的脚 那你讲这个道理 讲这么多 你说道理 就讲了很多次了 怎么我们不做呢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去 因为我们不愿意降低 不愿意 就是我比你厉害 就是说我比你厉害 所以要牵着负责人的手 所以要捉住负责人的手 你都不容易 你都不容易了 你比我年轻 你也有很多事情在挣扎 你也有很多事情要去挣扎 多谢你 我都没有办法坐你的位置 我都没有办法坐到你的位置 可以坐 做不做得到大家 又不要 大家要不要去做 要跟上去 但要跟着的 握着执事的手 执事娘的手 执事娘的手 握着他们 握着他们 我知道你都不是好人 我知道你都不是好人 但是 你都不容易 但是你都不容易了 你这么不好 都还在服事神 你个不好 还在服事神 我这么好 都不敢服事神 我这么好 我又不去服事神 你真的比我厉害 你真的比我厉害了 感谢你 你们两个就会哭了 你们两个就会在这里哭了 在耶稣的里面就一起了 在耶稣的里面就在一起了 你不要一直说他们不好 你不要一直说他们不好 因为你比较好 因为你比较好 但是你都不出来 但是你又不出来 所以你要想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现在听说还有长老 现在听说还有长老 你要去抓他的手 你抓住他的手 我知道你都不想当长老 我知道你不想当长老 好辛苦 好辛苦 这个教会这么大 这个教会这么大 我要感谢你 我要感谢你 要互相感谢 要互相的感谢 这个就是洗脚 这个就是洗脚 因为他没有这么好 没关系 因为他没那么好 这个没关系 但是你帮他洗脚 但是你帮他洗脚 你就走到耶稣的路上 你就走在耶稣的路上 你走到耶稣的路上 你走在耶稣的路上 你再苦 你再苦 再多的问题 再多的问题 耶稣帮你解决 耶稣会帮你解决 今天你看不到解决 今天你看不到解决 很多时候 有可能是没有走上来 走到耶稣的路上 有很可能 你是没有走在这条路上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一节很辛苦的 所以我说了 这一堂课是很辛苦的 我忍到今天 我忍到今天 你们以为很好听 你们以为很好听 刚刚还有人说 哎呀好高兴 好轻松 那时候还有人说 很开心 好轻松的上头 我想说我不发挥一下 所以我就要发挥一下 这样子让你笑啊 不是直接在那里笑的 要认真想自己 因为要认真想自己 那我们想一想那条线在哪里呢 那我们想一想那条线在哪里呢 那我们想一想那条线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 宗教教育是家庭 第一宗教教育是家庭 真的不是在这里上课 真的不是只是在这里上课的 宗教教育要从家里出来 宗教教育是要从家里出来的 他看见你怎么样反映宗教 他看出你怎么样来到 去反映这个宗教 反映信仰 反映出你的信仰 你的态度啦 你的反应啦 你的喜乐啦 你的喜乐啦 通通在反映信仰 通通在反映你的信仰 第二 我们就要真的建立家庭的崇拜 我们就真的要建立家庭的崇拜 这个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讲 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些东西了 传道已经讲了很久了 传道已经讲了很久了 教会的人 只是负责的人都讲了 教会负责的人 执事讲了很多次了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什么呢 啊 很难的啦 我们就说了 哎 很难的 我很忙的啦 我很忙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呢 把责任推出去 就是将责任推出去了 为什么推 因为自己很 那条线画得很低 因为自己画 那条线是画得很低 知道了吗 你要照顾自己了 知道了 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只要一觉得 这个是做不到的 你只要一觉得 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 那是因为里面的线下去了 因为这条线是画低了了 那这个一下去之后 没有人可以帮你 这条线一画低了 没有人帮到你 只有你自己 愿意回到神的前面 只有你自己 愿意回到神的前面 所以家庭的崇拜很重要 我们怎么开始做呢 从很小的孩子 从很小的小孩 五分钟 五分钟 我帮你祷告 我帮你祷告 你帮我祷告 你帮我祷告 你会从小孩子的嘴里面 听到圣灵给他的引导 你就从小孩子的嘴里面 听得出圣灵给他的引导 很特别 因为你只要让他用言语说 你帮妈妈祷告 因为你只要用言语 使得他说 你帮妈妈祷告 他会说 主耶稣让妈妈不要生气 他就会说 主耶稣让妈妈不要生气 所以他其实进去的是 他要帮你改变 其实在他里面 他就说 我要帮你改变 所以你就要去听了 我很喜欢听小孩子 转出来的祷告 我很喜欢听小孩子 讲出来的祷告 因为 如果你从圣经看 有一次那些门徒 不是在问耶稣 谁比较大吗 有一次门徒问耶稣 谁比较大 因为问他的那几个门徒 还真的做了蛮多 服侍的工作 而问的人 其实真的做了 很多服侍的工作 好像我们 好像我们 又来开门 又来开门 聚会 帮助人 帮助人 煮饭 爱心 有爱心 做蛮多不错的 就靠到耶稣那边 说 谁比较大 所以就挨到耶稣 那边说 谁比较大 结果耶稣 看一看 就叫一个小孩子来 结果耶稣 看一看 就叫一个小孩子 他最大 如果你在当场 你就想说 他这么坏 他最大 但是耶稣说 小孩子 非常看重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 有耶稣本身 给他的program 已经设定好 已经设定的事 不会说谎 看事情是美的 他的线非常地高 他最靠近耶稣 所以你要知道 小孩子在耶稣的心中 是最宝贵的 所以你要知道 小孩子在耶稣的心中 是最宝贵的 那我们这些 就不一定了 那我们这帮人 就未必了 复杂了 太复杂了 讲谎话了 说谎话了 都不是故意了 不是故意了 推责任了 不怪给他了 反正我们比较特别了 反正我们就觉得 比较特别 但是又很会做事 但我们又很懂得 去做事 所以耶稣很难说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耶稣很难说 你是好人 只是坏人 因为分不太出来 因为分不得很清楚 好像走在中间 就好像走在中间 说你真的衰 你也不衰 你说你衰 又不是那么衰 就是说你好 也不那么好 说你是好 但又不是真的那么好 所以耶稣头痛 就找小孩 他最大 所以耶稣头痛 就说找个小孩 他最好 知道吗 所以要注意看小孩子 所以要注意看小孩 小孩子一出来的东西 非常的直接 小孩一出来的东西 是非常直接的 他有圣灵在里面 让他说话 因为他靠近神最近 因为他靠神最近 这个是圣经讲的 他说天国他最大 天国他最大 所以如果你想 他如果在天国最大 你要不要听一下 如果他在天国最大的话 你是不是要真的听一下 你可能都要拜托他一下 说一下我是你妈妈 说给他听 你可能会拜托一下 拜托你说一下 我是你妈妈来的 我教得不错 你已经最大了 我教得不错的 你已经是最大的了 你可能要拜托他进天国 好了 你要靠他进天国呢 所以要想清楚 天国他们最大 天国他们最大 所以他跟耶稣神很靠近 因为他跟耶稣很靠近 他出来的话 非常的直接 他出来的东西是很直接的 平常因为很怕你 平常他很怕你 所以要有一个时间 所以有一个时间 叫做家庭崇拜的祭坛 叫做家庭崇拜的祭坛 女儿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间 女儿现在是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 女儿你先帮妈妈祷告 妈妈在帮你祷告 女儿你先帮妈妈祷告 妈妈再帮你祷告 你再帮爸爸祷告 爸爸再帮你祷告 你先帮爸爸祷告 爸爸再为你祷告 妈妈在帮爸爸祷告 爸爸再帮妈妈祷告 妈妈再帮爸爸祷告 爸爸再帮妈妈祷告 这个情绪就控下去了 这样的情绪就会落下来了 你就要注意听他讲什么 你要注意听他讲什么了 爸爸不要这么忙 耶稣希望爸爸不要这么忙 要听 你千万不要说 我不忙 你吃什么 因为这样一讲 就是怎么推 就是找理由 一找理由 就表示你的线很低 没有人可以帮你的 所以你要想从今天以后要帮自己 所以你今天开始要去帮自己 你就要谢谢他 你就要多谢他了 爸爸要尽力不要这么忙 那女女你要提醒爸爸 谢谢你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教他讲这句 因为没有人教他讲这句话 这句话是从神来的 如果你骂他 如果你骂他 你骂谁啊 你骂谁啊 他后面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 所以小孩子的祷告非常重要 所以小孩子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从家庭祭坛的崇拜开始 从家庭祭坛的崇拜开始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了 千万不要觉得说教会已经有教室了 千万不要觉得在教会有教室 继续家庭崇拜 我们需要继续家庭崇拜 我碰过一个非常难教的学生 我碰过一个非常难教的学生 他难教到 他没有办法坐在那边上课 他难教到没办法坐在那里上课 每一次进到教会 他要从最后一排翻翻翻翻 好像那个gymnastic 翻翻翻翻翻到最前面 他每次来到教会 就是最后一行一路好像做体操 一路是这样滚滚滚滚到来到前面 可是他的爬从底下的洞 一直进一直出来 他是从椅底那里一路是这样转过来的 然后再从上面跳回去 然后跟着就在椅面那里跳回去后面 怎么抓怎么打 你怎么抓住他 怎么打他 很没希望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很没希望 但是他的妈妈真的不好意思 他妈妈真的好不好意思 因为你想一想看 你可以想一下 有一个小孩如果这样子 如果一个小孩就是这样子 你在聚会 你在这里聚会 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算呢 你一定看他的妈妈 你一定会看着他妈妈 可是我们不会骂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会去骂人 我们会禁住 我们会禁住自己 你做一点事 你是妈妈还不做事 你心里面就会说 你做妈妈好心做点事 好辛苦 你看到这样子 因为你看到这样 你会觉得好辛苦 这个妈妈很不好意思 这个妈妈就会好不好意思 继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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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打 教 教不到 这个妈妈开始家庭祭坛 这个妈妈就开始家庭祭坛 减少她的工作 教她的爸爸早一点回家 妈妈就减少她的工作 也都叫爸爸早点回家 每天晚上九点半 每一晚的九点半 开始唱诗 读一个圣经 读一节的圣经 不用讲道理 就是读圣经 就是读圣经 唱诗 祷告 一人选一首歌 互相帮助祷告 读一段圣经 开始下去 开始这样下去 这个妈妈就想 我只有回到耶稣的前面 才有希望 这个妈妈在这儿想了 我只有回到耶稣的前面 才有希望 因为所有的老师都没办法 因为所有的老师都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我怎么知道会生一个这样的出来 我怎么知道会生一个生到这样的呢 你知道教会的老师都辞职 你知不知道教会的老师因为他而辞职呢 只要看到他进这个班 大家就不做了 因为只要看到这个小朋友加入这一班 那一班的老师就说我不做了 好苦哦 实在是好痛苦的 所以后来这个妈妈这样祷告 后来这个妈妈就这样去祷告 不是两天 不是两天的 十年 是十年的 这个孩子变了 这个孩子变了 那他变成什么样呢 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也没有那么清楚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有一天 他自己到前面做见证 就是有一天 他自己走到前面做见证 他们在参加那种 现在不是都有什么青年的 他们参加 现在有些团体青年所举办的活动 他们来参加了 上来做见证 他们站在前面做见证 第一句话就说 我不是一个好人 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听到这样心就 软了 我听到之后 我的心就软了 因为我很少在教会 听到这样的话 因为我很少在教会 听到这样的说话 我们都做不到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 你们谁敢上来说 大家 我是一个衰人 有谁敢走到前来 就对大家说 诶我是一个衰人 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是很简单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 很诚实 但是这位年轻人 他很诚实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都很诚实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都很诚实 所以他们上来 所以他们就走到前面 他就说 我不是一个好人 他说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从很小 就没有办法 乖乖的做 我从小的时候 没有办法 乖乖的坐下 我一直被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能听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能够去听 我到今天 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在去年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21岁 他说在去年的时候 他说在去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脑转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脑转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要 好好地爱父母 但是我应该要 好好地爱父母 但是20年来 我恨他们 但是在过去20年 我是恨他们的 然后20年来 我觉得这个教会 我不想来 觉得20年来 我不想去这个教会 可是去年我变了 但是去年我变了 没有人帮助 没有人帮助 我就忽然自己想通 是我自己突然之间想通 我是属于神的 我是属于神的 我是属于家庭的 我的妈妈我的爸爸 为我付出很多的辛苦 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为我付出很多的辛苦 所以我要见证给你们听 所以我要见证给你们听 我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人 我以前是不好的 我以前是不好的 但是我变了 但是我变了 我唯一可以记得的 我唯一可以记得的 是在九岁的那一年 就是在九岁的那一年 我的妈妈九点半回家 我的妈妈九点半回家 爸爸九点半回家 爸爸九点半回家 第一件事情 就是聚会 第一件事情就是聚会 我到现在不会忘记 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不会忘记 我也不知道这个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想尽办法 想尽理由 不参加家庭的聚会 他说我想尽办法 想尽理由 不参加家庭的聚会 但是我妈妈就把我拖出来 但是我妈妈就把我拖出来 我躲在床下 我妈妈把我抓出来 我躲在床下底 我妈妈将她拉出来 祷告 帮我祷告 帮我祷告 所以是这样开始 所以就是这样开始 他说我只记得这个 他说我只记得这个 这件事情 帮助了我成为今天的人 这件事情就帮助了我成为今天的人 所以我要谢谢耶稣 所以我要多谢耶稣 我要谢谢我的父母亲 我要多谢我的父母亲 因为我变了 你听到这样的见证很感动 你听到这样的见证 你会很感动 你就更确定说 家庭的祭坛 当你扎根下去的时候 十年你要看到结果 你就会确定的 你都是知道 家庭的祭坛 扎根十年的结果 是这样的 第三 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人 相信吗 你相信吗 如果我们没有趁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 告诉我们的孩子说 我们不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趁小孩子年轻的时候 告诉他们 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一直以为 是跟外面的人一样 他就一直会以为 是跟外面的人一样 所以他就一直想跟外面的人 做在一起做一样的事 所以他就很想跟外面的人 在一起做同一样的事情 当他没有做的时候 外面的人笑他 外面的人去笑他 欺负他 欺负他 欺负他之后 他就会觉得说 哦 原来我不正常 他们就会觉得 原来我不正常 所以我们这些书教会 很多的孩子在学校都被人家欺负 你们知道吗 他们只是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经过问卷调查 我们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高达85% 10个里面有8个被欺负过 就是说10个小孩 8个在学校里被人欺负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孩子的脸上写了一个字 因为在我们的小孩的面上写了一个字 可以欺负我 就是写着可以欺负我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 是神的人 好天真 好可爱 因为我们的小孩是神的人 所以是好天真可爱的 他们进到青少年 他们去学校也是好可爱 他们进到青少年 去到学校 也是好可爱的 所以他们一看就跟外面的人不太一样 所以一看就跟外面的人一样了 旁边的人一定笑他了 旁边的人一定是笑他的 所以他就被影响 所以他就会被影响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 哎呀 我们怎么样来做什么 什么 Pere pressure 什么 不要受到外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说了 不如我们讲一下 这些同辈的压力 怎么不要受到外面的影响 很难做 很难做 那是从里面出来的 又是从里面出来的 从很小进来的 就是从很小的时候进来的 这个教会做不到 这个教会做不到 两个钟头没办法讲这个事 因为两个钟头是讲不到这些东西 只有在家里 只要在家里 每一天 每一天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 告诉我们的孩子 告诉我们的孩子 你跟人家不一样 你跟人家不一样 那一开始很小 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西哥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讲什么 可是这句话进去了 但这句话 讲了进去了 更大更大 越来大的时候 你不是开始贴海报吗 你不是在那里贴海报吗 昨天有学 对不对 昨天有讲过 这句话就开始进去 这句话就进去了 你不一样 你不一样 所以你是对的 所以你是对的 可是当他们都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还是对的 因为我们是独居属于天的人 因为我们是独居属于天的人 这句话如果你要等到他进到宗教教育 传道才告诉他 已经太慢了 因为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 等到他进入宗教教育 等传道讲给他听的时候 已经是太慢了 听不懂 听不懂 因为耳朵关 因为耳朵已经关了 所以我们要趁早告诉他 所以趁早要告诉他 对 你不正常 没错 你是不正常的 对 因为我们不一样 没错 因为我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人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人 王子跟公主 就是王子和公主 你什么时候看过 王子跟公主在那边打游戏 你何时见过 王子和公主在那边玩游戏 上面的是在天上的 这个是在天上的 很高贵的 很高贵的 很小我们要告诉他 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他 因为他们里面 一直有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里面 一直有一个想法 他不敢问我们 他不敢问我们 可是他想问说 我是不是不正常 因为他们常常都在这儿 想知道 究竟我是不是不正常 我们早一点告诉他 我们早点告诉他 对 不正常 不正常 因为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一样 特别被选出来的 特别被选出来的 跟人家 separate alone 所以孤独是应该的 所以孤独是应该的 你交不到朋友是对的 你交不到朋友是对的 你这样子一直下去 你这样一直下去 他才可以面对孤独 他才可以面对孤独 他才可以面对十个朋友 跟他做不一样的事情 他也OK 才能够面对十个朋友 做不同的事 他都觉得没问题 现在我们不做 现在我们不这样做 推到学校去 推到学校了 去上学 上学 什么我们都不教 发生什么 什么我们都不教 自己在里面挣扎 自己 他在里面的挣扎 六年 六年 十年 十年 你觉得什么影响他 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他 整个教育的系统影响他 整个教育系统影响他 我属于英国的 我是属于英国的 你什么国 你是什么国 天国 他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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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英国的 你讲不通了 你就讲不通了 一早他就跟你划清界线 我是英国人 你是阿州人 我跟你不一样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通通跟他们不一样 讲清楚 要讲清楚 好重要 是很重要 你等到教会教 太慢了 你等到教会去教 已经是太慢了 所以这个是教会 第三个 他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教会 第三个教会 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再来我们要帮助他们 等待 再来我们要帮助他们 去等待 等待的东西就是 我也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 等待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 最后我们要让他学做仆人 最后我们要使到 他们学到做仆人 我觉得等待跟仆人 我们的传道的讯息 是非常清楚的 我觉得关于等待 和做仆人 传道所带来的讯息 是很清楚的 我们要从这边 让他们看见 我们也在等待 我们也是仆人 我们要使到他们 能够是看得见 我们其实在等待着 我们也是仆人 仆人是什么 仆人是什么 仆人不会坐在那边 八卦 仆人就不是坐那边 去八卦的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碎 那个也很碎 那个也很碎 我最不碎 我最不碎 这是仆人吗 这个是不是仆人 我们的孩子就看见 我们的小孩子看见了 这个教会没办法帮他 这个教会没办法帮他 因为教会都是人 因为教会里面全部都是人 教会这么短的时间 是在处理人 教会这么短的时间处理人 是在用这么短的时间 来宣告神的话 用这么短的时间 来宣告神的说话 所以这些要在家里做 所以这些的东西要在家里做 所以以上我们列了五件事情 所以以上我们列了五件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当成下一年的目标 这个可以的话 就可以当成下一年的目标 永远不会太迟 永远不会太迟 因为耶稣是公平的 因为耶稣是公平的 耶稣的公平不是像世界的公平 耶稣的公平和世界的公平 你要摸到耶稣做事情的方法 你要摸到耶稣做事情的方法 他说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我帮助 我帮你 就只有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信不信得到 你信不信得到 如果你在那边说 啊太迟了 如果你在那边说 太迟了 那就是你的线也很低 那就是说你的线也都画得很低 因为你觉得不可能 因为你是觉得不可能 就是推了 就是推了 所以我们要帮助自己长大 所以我们要帮助自己来到去长大 我们用两天难得的时间 一起真心的分享 我们用了两天难得的时间 真心的分享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给我们安慰 给我们安慰 鼓励 鼓励 盼望 盼望 让我们学谦卑 学感谢 学习感谢 我们回到这个上面 主耶稣非常想帮助我们 我们回到这样的上面的时候 主耶稣非常想帮助我们 我们这一次只是借着来谈孩子的问题 其实是来谈自己的问题 其实这一次就是直接说 儿女的问题 最后就是讲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们够谦卑 因为我们够谦卑 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边 希望我们的孩子回头 所以才是说 一面我们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回头 也同时让自己回头 也同时使得自己可以回头 这个是主耶稣最喜悦的事 这个就是主耶稣最喜悦的事情 但愿我们在未来的一年 一起努力 但愿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能够一起努力 主耶稣一定要帮助我们 所以我要再一次 谢谢爱丁堡教会 用你们的真心 用你们的爱心来接待我 用你的真心和爱心来接待我 我们彼此可以感受到 我们彼此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这是在主里面最喜乐的事 这个就是在主里面最喜乐的事情 记得每一天吞两颗药下去 记得了 每一天要吞两颗药下去 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的喜乐更加的充满 我们的年纪更长之后 灵性更多的进步 我们年纪越长 我们的灵性就越进步 感谢耶稣 感谢主耶稣 谢谢你们两天的辛苦 多谢大家两位 两日以来的辛苦 都给多我一个 两位 多谢这么多 谢谢 多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我们来唱诗歌 我们来唱诗 三百零七首 大卫诗三百零七首